这个高中的老师没有讲完,就扯到我的同学初中老师去了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客观条件所限 中国不全都是四中,不全都是药花,不全都是一中 好坏学校都存在了,你投胎好的,技术好的就投好胎呗 你技术不好,那你也别冤成有人呗,像我这种,投胎技术不好 你后来可能是积了点德 是吧 也算是走出那种 在佛教什么 是吧 那种轮回当中吧 就是在那种 那个地方永无休止的去 就那种生活下去 永远不会有一个契机 为你打开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那就很凄凉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 尤其是在我们那个地方 很多人现在还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牛很牛的人 我怀才不遇 只是没有被人认识到它的价值 我以前是这样的 都认为自己 我好上之天丸下之地理的 别人都不理解什么的 是 因为你知道的越少 很可能你就会有这种心理嘛 对不对 知道的 就是 人们要学 其实你往往成熟了以后才会更懂得谦卑一点 这是个正常的鬼 还是讲到这个老师 还有一个高三的语言老师 你高三语言老师呢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长得个子很小 但很奇怪的啊 我跟很多老师吵架 包括我们班主任我也跟他吵 你再厉害的老师 得益主任什么的 我也跟你吵 我怕你呢 但我就不敢跟他吵架 他长得很小 也不是说多凶恶 打人的什么的 高中就没有打人的了 初中 你初中老师敢打我 我会给老师打回去 那高中他更不敢打了 就是损呗 对 那我现在想起来为什么 有点害怕他了 我说不过他 你知道吗 那假如他要损我 我要说他的话 你自找没趣啊 他嘴比我还损 而且你找理 找剧的话 就相当于辩论他 你辩不过他怎么办 那你就只能害怕他呗 就这样一个老师 那个子就极小极小 连一米六他都不到 一米五都不到 就那样 他长得不难看啊 就说话呢 也挺利索 办事也很历练 就那样一个老师 我跟他没什么太多的接触 就是那种太深刻的记忆 他也不一定记得我 反正我 我就害怕他 我不敢和他吵架 我就基本上没跟他吵架 就好像是后来 就高三的时候就上那个早自习嘛 早自习的话那时候六点就要上 有一半是语文课 一半是英语课 你说这些老师吧 他们可能是住宿的也挺好的 他六点钟他就给你上课去 早上六点 就是早自习他们这老师会被 会把这两个课占掉 都是这两个老师 一个是语文 一个是英语 我呢 那时候也是 那时候我高三了 我学习也可以了 我都巴不得他不让我上早自习呢 每个人都有上早自习去 那冬天我真起不来啊 我这人 他懒呢 而且那时候我还敢够了一下策略 就学习的话 晚上呢 会多学习一会儿 那我也保证睡眠呢 我一直是这样 我睡不够不行 完了 我就说 我就不上早自习 老师不愿意啊 老师 班主院的历史老师 完了就说 谁不上早自习的话 你都得医院开个证明来父母签字 证明你有病还行 然后我就找老师去了 我说老师 我 我说 上班主找他 我说我有病 那我不上早自习 他说 去医院签字 也让你父母签字 我说 行啊 医院 医院 那时候我认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他们是什么卫校啊 毕业没上高中 就医院实习呢 当那儿就开个证明来 那签字的话 那随便是谁签一下不行啊 完了 我就拿过去送过去了 我说 杨老师 心脏变了 我这不能上早自习 那 我问老师说 你 你说 你有意思吗 你 你说年纪轻轻的 你心脏什么病啊 其实那时候心脏真有点问题啊 自己 自己感觉有问题 后来查了好多次 没什么问题 那 那 我说 那你说的 开证明 家长签字就行 你说话不能不算话啊 他说 你现在学习还可以 你好好学习 没人能考上大学呢 那时候高三的时候我学习就可以了 我说 我知道 但我真要病啊 但我也不好跟他说 就是说 晚上想多学习一会儿 早上我就不想起来 那也不好说 最后就跟我们班主任商量 他就跟我商量了 他说 你一个礼拜 那时候我们七天都上课 没有休息 四个礼拜 还是三个礼拜 休息一个大礼拜 就一个月 可能休息一次两天 就是给那些住宿的学生 回家那个 拿点钱呢 或者是 就休息两天 就那样 那一个 那相当于平常 一周七天都得上 那我也得上早自习啊 那我就没法上 我有兵 你让我怎么上呢 我说 哎 撒 咱别玩这行吗 就你呢 要么你就 那个一周 来四天 你三天不用来 行不行 歇三天吧 有病 我给你休息时间 你也没病到那种程度啊 你病到那种程度的话 你连学你都别上了 对不对 最后我讨价还价 那还是三天 不一样 就四天 行 四天 四天 四天怎么分呢 就是有英语 有那个语文 然后我就看 只要是语文的早自习 我就不去 我为什么语文的早自习 不去呢 语文这东西啊 你学好 你认为你学的好 你不一定学的好 那时候只是我自己 这么认为啊 其实人家学的好还是好 英语这东西 你不学你就不会 你不学你肯定不会 还有数学 这 那时候就 因为我 我上高一高二 落下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我要想追上去 你像我们那种学校 能考上本科 那挺难的 你得有自己的策略 对不对 我就会 那我就得 追上去 我就放弃一些东西啊 把语文啊 这些种就是 默论两可的东西放掉 然后把数学 英语这种东西 一定要捡起来 还有把那个综合这东西 默论两可也放下就完了 你你你你你 完了 这这这这这 其实综合还是多下点功夫 如果多下点功夫的话 我可能会考上我 更理想一些的学校 这 那当时也不一定什么事都争不去 对不对 反正能考上本科 可能对对于 你重点学校的孩子说 那那不还跳河去 考的那种破学校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那标准就不一样了 那乐坏了 是乐坏了 真的乐坏了 但那个考完以后 成绩下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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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复课 我就说我既然能做到 我复课的话 我一定能考上更好的学校 我爸就说 你复什么复我 你你你你考这个学校 你你你你这么积德 就你这种就你这种货色 能能能考大学 你还想怎么着啊 怕我再再考考不上 你知道吗 我也有点怕 但是呢 我就心里想试试一下 我我我再好好学习弄一下 我我应该能能考上 因为这东西的没那么难 你知道吗 他不像说你你你你你你 就是说难高不可攀 哎 不管不管怎么样吧 那你你还是 最后 也也没有坚持也没有 没有什么 就 就上了我我我我 我就能不上那个英语课 我就不上语文课 我就想我就上英语课 或者是有时候在冷的冬天的时候 我就全部上 我就我就睡觉 我睡睡到八点钟了 八点上课 我就睡到八点十分上课了 我睡到七点五十睡到八点 反正我就差点去 多睡一会儿 哦 每个人不一样 我身体就需要睡眠 睡的少的话 眼圈就很黑 嗯 身体不好嘛 多睡点没什么 没什么坏处对不对 那有些人 你像那些 那些厉害人 你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就能维持身体健康 那我维持不了怎么办 那我就多睡呗 那以后身体健康了 那我我也希望我少点睡眠 我可以多点时间去干别的事 谁都是这样 但是健康最重要 如果睡的少就不健康 那我宁可睡得多 对不对 我少看点别的事 我得要健康 这个肉身也很重要 对不对 精神重要 肉身更重要 没有肉身的话 那精神 能永存吗 这是两说 是不是 车啊 反正 就扯到高中这个学习的事儿去 最后最后呢 都还是得扯到那个 扯到高考去嘛 高考呢 高考这个事儿吧 不好说 不好说 你之前就说了点不该说了 你再自己高考吧 不 反正也得说 最后还是得说 就想高考 高考之前 对 还有一件事儿没讲 就是 我为什么就 就突然间就感觉觉觉醒了 有一件事儿啊 对我这个触动很大 就是 我上 高一的时候 高二 我上高一的时候 就我的那群朋友嘛 就算上高二 他们就高一届 完了呢 我上高二的时候 他们上高三 有些 他们就想呀 上高三 他妈的也考不上大学 为了加成点印象 就蹲你完了 留级 再上个高二 就下来两个人 其中一人呢 就跟我初中的同学 另外一个呢 是另外一个乡上的 我们也都是那种属于 不太好好学习那种嘛 烟友也都认识 他们俩就一起留级留下来了 但是他们是理班了 理科了 他们三班 我四班 完了呢 那我们这一届 那下来两个就上面的那种 我就认为 跟我这精神境界精神层次 还比较接近的 我就看不起我们这届台了 就感觉这是小孩 后来证明就 就是我说的小孩 人家就跟我说 就说你上高中的时候 怎么那么不成熟啊 你就像傻小子一样 我还想 就你们这届的学生 说我还想傻小子 我都不愿意跟你们玩 就是女孩说我 那个男的也要说的 就说我是个傻小子 你知道 其实呢这些东西你看 就你认为别人的思想层次很低 其实别人还认为你 你很不成熟呢 是不是 那不管怎么样 我就愿意跟那个比我高一阶的玩 完了 我就跟那俩在一起玩的比较多 你知道吗 他们俩学习 那也挺差的 那好的话 谁愿意主动留级啊 对不对 完了记得就是 我上高二的时候 升高三的时候是考了26名 还是30名 全班 一共50多个人 不错了 后来高三的时候 有一次 第一次模拟考试好像是 还是怎么样 上去就要考试是 就留级的那个或其中一个 叫那个 叫龟 龟孙子那个龟 对我还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叫龟爷 他说你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小龙人 他们说我长得像那个龟爷爷 我说哪要说叫龟叫爷爷都是龟孙子吗 开玩笑朋友之间比较好 大家都这样的时候 平常见平常见面这么叫 就叫龟老龟就这么叫 完了 他他他他他他他那次模拟考试考了个全校第一还是全校第三呢 我被惊灾了 我说这货哎 就就他能考那个第三 好像第三 我说我感觉比他聪明 有戏 就那时候从高中 嗯 就高二考高三的时候 三十来名的那种成绩 我就开始一直一直的往上走 我就 因为你这个人呢他有个信心很重要 你知道吗 你有方法 我为什么有方法 我首先我是建立了一个信心 有信心以后我才会有方法 因为我高二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学习啊 高一的时候刚不知道了 老考大陆第三名 对也没有拉肚子 没有什么的 你总考那第三名 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个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还挺感感谢他的 但是这么多年呢 他 他也不知道 我也没告诉过别人 我为什么就是 那个突然间 还就能好好学习 别说 待会我也发个微信 好多年没联系了 我说我这时候得感谢感谢你啊 如果你当时没考了第三名 我是不是还没有信心呢 哎呀说来 这人生充满各种各种傲然因素呢 是不是 这一念一天堂 这一念地狱的这个 还真的是哎 不说真想不起来这事儿 待会给这哥们发个微信 论了怎么样 哎不说起这哥们还比较搞笑呢 这哥们啊 关系也挺好的 人也不错啊 我记得有一次他去我们家 他看见我和一个女孩的合影 他喜欢女孩喜欢了好几年 女孩跟我合影 什么的 好像还搂着你知道吗 走 反正我媳妇也不敢啪 但没感觉就是有张照片 完了 他当时他也没给他说张照片 挺大度的 完了 我一看 哇操这不合适啊 那时候高三毕业了吧 他让他看见了 我就突然把那照片 同时他就给撕了 我没跟女孩有什么 女孩 哎是啊 我 你看这 我 这这德行 我上高中的时候长得比较好看 但有人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比我 比现在还丑啊 因为那他也瘦了 好像是五十一米八五的个儿 五十五公斤还是五十 五十七公斤五十六公斤的 就那样 像 像 像一个那个 什么玩意儿筷子 还不如筷子 像个牙签似的你知道吗 而且啊 他有点 腰板也不值 不好看 就 就没德行 但有人说我 哎 啥不自量 嘿嘿 就长这德行 男的 好像就这样 你长成什么样啊 他都感觉自己挺帅的 你知道吗 嗯 我朋友说的 他也总结过 哎男的永远哈 就 就 都感觉自己帅 你不管长什么样 就说 自己挺帅的 女的呢 就 就好像是 永远嫌自己 嫌自己不够白 还是嫌自己 不够 女人是永远嫌自己不够瘦 男的呢 永远感觉自己 是挺帅的 哎也是 这 也是挺普遍的一个类哈 哈哈哈哈 然后就 我讲不了搞好了 明天 明天我得去买点东西 收拾东西 后天我就回国 待会儿 我老婆来 我就得 看孩子 哎不是他可能来不了那么快 他说他今天 去那个商场 买点东西 让我带回去 送给 送给别人 没事 哎 没事没事没事 我还可以再 再把高考这个事 今天把它全部 给他录完 给他录完 回去之前嘛 全部能录完 问题不大 但但 十九 这这 就这一小节就到这儿 好